房价车价牛奶面包价格都在飞涨 但是澳洲统计局的数据依然显示 澳洲的物价指数却没有继续上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欢迎收看今天《购花彼此》 每日财新快讯中的热门话题部分 今天是4月22号星期四 我是迈克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我们都知道自从疫情 在澳洲基本得到控制以来 也就是从去年年底 10月11月开始 澳大利亚不仅仅只是房价上涨 就连买车时的车价 或者说去超市里的牛奶 鸡蛋 面包 番茄等等 一些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 都出现了大幅上涨 但是在过去几周甚至于几个月 澳洲统计局出台的数据显示 澳洲的通胀数据 却依然没有达到年增长20%目标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我们老眼昏花 还是说把价格看错呢 其实这背后的原因并不难理解 我们知道通货膨胀 也就是通常咱们说到的物价上涨 还是物价下跌 这个指数 它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成分 那么其中呢 像牛奶 面包 西红柿等等超市的购买 常见物品自然是包括在内 另外呢 像汽车或者说是房子 这类大建商品的话呢 也有一部分的成分 是计算在了通胀指数里面 但是通胀指数中最重要的几个部分 其实在过去的12个月 的确是没有出现大幅上涨 其中通胀指数里面 成分含量最大的就是呢 住房的成分 那么这个住房成分呢 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买房价格 到底是涨了多少 恰恰相反的是呢 它是以租房来统计的 换句话说呢 也就是每一周 平均要一个人租一个标准的 两居室或者是一家庭是三居室 他所需要的房租 来做为一个参数统计 那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12月 由于这个留学生呢 没有办法进入澳洲 加上呢 很多我们知道短期签证的人士 包括新的移民 也都没有办法登入澳洲 使得澳洲的租房市场 遭遇到了很大的下跌 再加上呢 疫情初期很多人失去了工作 所以这个房租价格 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 非但是没有上涨 反而是出现了下跌 那为什么说这个房租占据 通胀指数比例很大呢 其实这个我们不难理解 想想 每一周假设一个人平均的收入 是1000澳元税前收入的话 那么这1000澳元中 其中最大的一个部分 其实是支付在了租房上 随便呢 在目前市中心的一个公寓 就需要400 甚至于500一周 即便是两个人来分摊 一个人的头上呢 也会分摊到200 甚至于250澳元 占据其收入的比例 高达了25% 甚至于多的达到了30% 那么除了租房的成本以外 第二个最主要的呢 就是通勤的成本 也就是交通成本 换句话说 就是汽油价格和柴油价格 那么这两个人 这个商品的价格 在过去的12个月时间里面 也受到了疫情封锁封城 等等的影响 虽然在过最近的两三周 价格是比较高 由于复活节的因素 但是以12个月的平均价格 来计算 石油和柴油价格 的确是低于了疫情之前的价格 那么除了刚才说到的租房 和交通成本以外 第三个主要的因素呢 就是工资以及收入的增长因素 这一点呢 其实大家也不难理解 由于在疫情初期 大量的跟餐饮 娱乐 酒店和旅游等相关行业呢 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群 使得总体工资增长 在过去12月几乎是停止不前 也正是这三个原因 三个生活中最大的 影响最大的原因 使得呢 澳洲的总平均的这个 这个物价上涨指数 或者说呢 生活成本 在过去12个月 甚至于在过去的 3到6个月时间里面 并没有因为房价暴涨 而上涨太多 的确房价是涨了不少 你买新车的价格 也涨了不少 但是你生活的主要开支 比如说租房 比如说开车 这两块其实并没有太大变化 那么说完了这个通胀指数以外 我们再来说一下 疫情对于澳大利亚未来的影响 我们知道呢 受到疫情的影响 在过去的12个月时间里面 全世界的主要国家 甚至于所有国家 他们的经济 社会 包括人民的健康 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